立法會主席 立法會主席 政府發案 本會恢復2022年撥款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今次會議是第二次財政預算案的會議 只有議員可以發言 主席香港的房屋問題 根深蒂固千頭萬水 而預算案的主要作用是為施政報告提供資源 基於這個角色的限制 預算案在房屋政策上 這份著物不多 只是144段到152段是講述房屋政策 就是如何加快土地運用建屋流程 包括精簡發展程序、壓縮建築時間、應用新科技等等 但我們確實看到房屋問題是越來越嚴峻 公屋輪候時間持續攀升 最新是要到六年以上 所以我是期望 現屆政府以至下屆政府 繼續要用最大的決心、最大的力度 除了接納我們的意見 包括提高已經規劃項目的地積比 增加新田諾馬州發展樞樓住宅用地比例 積極運用收回土地條例等等不同方式 更加重要就是真的要做到縮短土地供應的時間 真正落實以結果為目標的施政理念 事實上主席如果我們經常都說三年上樓 但市民是見不到三年上樓 三年上樓是遙遙無期 告別劏房更加不是被當局承認的政策目標 這樣市民又怎會獲有這個幸福感 或者對政府是越來越有信心呢 這個土地政策就要回到長遠房屋策略 我們雖然認為方向正確 但我們多次都說了 要解決香港的房屋問題 就要調整現在長遠房屋策略的計算方法 必須要將實現三年上樓 協助青年置業告別劏房窩居 這三大政策目標真正立進去